嗨,我是千千,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教Win11的用户们 如何不使用随身碟 就可以重灌Windows11电脑系统 在重灌之前 大家们必须把重要的资料给备份一下 以免重灌以后损失惨重 首先按你键盘的Win加I进入设置 然后在系统页面找到恢复 我们在恢复页面里找到重置此电脑 过后我们点击重置此电脑右边的初始化电脑 接着会出现一个画面 里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保留我的文件 第二,删除所有内容 这里我们选择删除所有内容 然后我们又看到两个选项 第一,云下载 第二,本地重新安装 这里我建议选择本地重新安装 过后继续点击下一页 在这画面我们点击重置 这里我们等待大约5至10分钟 让它跑完 跑完过后电脑将会重新启动 来到这画面就代表系统正在重置 那它们就耐心的等待10至20分钟 重置完成后电脑将会重启多一次 重置完成后电脑将会重启多一次 来到这画面就意味着电脑再重新安装系统 在安装的途中电脑会再重启多一次 它们就耐心的等待 再次进行 好的,来到设置页面后 我们就在第一个设置选择你的国家地区 然后点击是 这里就选择你要的输入法 然后点击是 这里你可以选择多个输入法 如果你不想就点击跳过 而我这里就选择添加布局 这里我们点击接受 好的,如果这里你想为设备命名 你就填写名称 如果你不要 那你就点击暂时跳过 这里我就点击暂时跳过 这里我们就选择针对个人使用进行设置 然后点击下一页 好,来到这里 大大们可以登录你的微软账号 或创建微软账号 如果你不想登录微软账号 那么我们点击登录选项 选择投机账号 选择托机账号 这里我们点击暂时跳过 这里我们填写我们要的名称 过后点击下一页 密码要不要设置随你 这里我就不设置密码 我就直接点击下一页 这里我们就点击下一页 点击接受 就等待它进入桌面就行了 由于我是使用虚拟机安装的 所以我要安装虚拟驱动 让分辨率恢复正常 好的,完成 好的,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关于Windows 10重灌教学 我看到有些人出现一些黑屏问题 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来重灌系统 千万不要强制关机和断电 这会导致开机时出现黑屏状况 而如果你的电脑配置有点老旧 我不建议你使用这方法去重灌 因为当你重灌时遇到当机 也会出现开机黑屏的状况 至于黑屏解决的方法就是使用随身别重灌就可以了 好的,今天要教学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现在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